一衝出車子就朝前方樹林扣動滿機 巴赫姆特周圍的戰火持續猛烈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烏軍過去一周陷入苦戰 不過烏軍激昂的士氣 讓他們又奪回了三十八平方公里的領土 烏克蘭北部蘇梅什上空 傳出無人機的聲音 當地防空系統隨即展開反擊 民眾緊張的抬頭張望 俄羅斯三日發動無人機攻擊 機動建築不幸被擊中造成傷亡 俄羅斯國防部長肖伊古 兵變後首度對烏俄戰爭發表評論 表示俄軍的行動沒有受到兵變影響 而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三號 在北京會見俄國海軍總司令 葉夫美諾夫 會中李尚福重申了習近平 三月和普丁會面時 強調的中俄雙方無上限的友誼 並表示未來會再加強 兩國海軍的合作關係 同一天在荷蘭海牙 來自烏克蘭 歐盟以及美國的執法單位 破天荒組成了起訴侵略罪國際中心 為究責俄羅斯高層邁出一大步 因為俄羅斯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 即使入侵烏克蘭 無視國際人道法 或是非法將烏克蘭兒童轉移到俄羅斯等行為 觸犯國際法國際刑事法院都無權管轄 想要將俄羅斯高層省之以法 就需要特別手段 調查中心就是未來成立 特別法庭的國獨性措施 彌補現行國際法的漏洞 不只烏俄戰場要獲得勝利 更要讓釀成這場悲劇的俄羅斯領導階層負上責任 靜新新聞蔡總理先歡迎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